HitFM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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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ys and girls from around the world Listering up to the station called HitFM We got a lot of great music all day yeah 只剩情依略 Hit週末 是的 歡迎來到今天的Hit週末 這裡是HitFM 往北部107.7 中部9.5 南部90.1 一蘭97.1 花東107 一蘭97.7 我是Gigi 宜在我旁邊這一位 如果說我從小 看他長大 應該不為過 我也是看著你 我是看著你長大的 我是老姐姐了 就是看著你這樣 一路走過來 就是從那個 清晨可愛的小男孩 然後到現在成熟 現在崩壞 帥男人 哪有崩啊 哪裡崩壞了 沒有你 依然帥氣 讓我們歡迎蔡明佑 Hi 大家好 我是蔡明佑 是的 這次帶來最新的專輯 對 對不對 千呼萬喚史出來了 等了將近要四年的時間 對為什麼會讓大家等這麼久呢 變心記 就突然有一陣子我陷入了一個很低很低的低潮 是 就是一個自信詮釋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經歷過那種時期 我很長 啊你很長啊 哈哈哈哈 沒有因為我過去的我其實都還蠻樂觀的 然後很多事情我都是朝一個很正面的方向去面對 就覺得沒有什麼過不去的 是 但哪一個moment突然就是 就突然遇到了一群壞朋友 哈哈哈哈 蛤 沒有啦那個不是壞朋友 是真的肯跟你說實話的朋友 他們告訴你 對就是告訴你 你的問題是什麼 嗯 就是通常真實的朋友才會願意跟你說這些 是 然後我覺得就是那一段時期其實是因為這一群朋友 讓我疊入了谷底 以後再站起來 你還有跟他們聯絡嗎 當然有啊 我跟他們非常的要好 是 那時候他們講了哪一些話讓你開始檢視自己 其實就是 就那時候已經要30了 然後要30其實是一個很很轉換的階段 嗯 然後我的朋友身邊的朋友就會覺得說 欸你的想法怎麼還是跟可能20出頭差不多 那那你有沒有什麼對未來有什麼規劃啊或是什麼的 嗯 然後我其實那時候的回答我就覺得 欸我覺得我這樣很好啊 沒有什麼不好 沒有想那麼多 也沒想太多 嗯 然後也覺得自己就是就是好好的就好了啊 嗯 開開心心的 也沒有去想別人的感受是什麼 對 所以就反而讓身邊的朋友就覺得這樣看不下去了 所以要把真話告訴我 嗯 然後一告訴我以後 你知道天蠍座那個愛面子的狀態 嗯 整個 當下應該無法接受 當下超級無法接受 但是會假裝 就現場會假裝 很認真在聽 聽進去 我會想 對 因為 但是其實根本沒聽進去 嗯 然後 就是你又不了解我 你憑什麼跟我講這些話 你 天蠍座其實很扭 在這一點 是 這件事情上面 耳朵很硬 嗯 然後 我很多天蠍座的好用 我是覺得真的把他們當好朋友 嗯 所以 聽多了他們的 算是中言 然後我就真的把他聽進去了 嗯 所以我沒想到聽進去以後 我自信就是 全失了 崩壞 對 我就會開始懷疑 並且檢視 然後重新拆解自己的 過去 或者是 應該要有的樣子是什麼 對 因為其實在他們跟你講這些話之前 你 呃 人生完成了好多不同的階段 嗯 嗯 很多人 想要嘗試的 你都已經挑戰成功了 而且是有很好的評價 嗯 所以可能在那個當下你不會想到那麼多 嗯 對不對 在那個當下 對 當下我不想很多 但是在 自己封閉起來的那段時期 我覺得 對我的 新的 這張專輯的樣子 有 很大的 很大的 幫助 是因為我 想了很多 然後決定 我認了 我認了我應該要 更誠懇 嗯 應該要更真實一點 所以你以前不誠懇 我覺得某個程度上是這樣 因為我面對 我都是報喜不報憂 面對 不好的事情 我就是把它藏著 應該是說更真實的對自己 對 可是我發現這樣子 真的是會內傷 當然 有時候真的需要釋放 嗯 所以這張專輯 變心劑就 誕生了 嗯 就是它是一個 算是釋放跟自我療傷 對 然後其實剛才講過 就是在經歷過人生 一段低潮的時候 然後那時候 呃 寫了很多的歌 Demo拿去公司也都被退貨 對啊 怎麼那麼衰啊 全數被打槍 那時候的風格又是什麼樣的 我那時候寫了很多不同風格 一下什麼世界風啊 然後一下 你怎麼了 電子舞曲啊 對啊 然後一下又要跑爵士樂什麼的 就是 什麼都想試試看 其實這件事情就跟 譬如說你買一樣東西一樣 嗯 就是如果你告訴你的店員 你要這個要那個 可是欸 可是這個好像又怎麼樣 店員就是會很獨立 就會覺得 你到底要不要買 嗯 對 就會有這種狀況 對 所以你就能想見我身邊的朋友 有多可憐 哦 在那個時候 但我想那個時候你應該 就朋友跟你講這些 然後Demo被推薦 嗯 那時候有想過這一切 算了 夠了 我不想再做了 有 我認真有想過 嗯 而且我還 就買了就是 別的行業的書去看 例如呢 例如開飛機 呵呵呵 就是因為我很愛飛機 可是我後來發現 飛機真的很難開欸 而且你知道 你要開飛機真的不容易 而且你要先去上 飛機駕駛的學校 你知道有多貴嗎 在這之前要先考過銀檢 對對對 然後你的勢力不能有問題 對 哦 然後對 眼睛要非常非常好 而且要做很多的檢測 然後不能酗酒 不能抽菸 對 什麼都不可以 對 很嚴格 太難 是無法的 對 所以那當下你又變心了 我大概買完了 那個參考書以後啊 發現要考這些東西 就馬上放棄 就變心 所以我就發現 我完全 我除了音樂 我真的還 我不知道要做什麼 嗯 所以又退回來 所以退回來 這中間大概折騰了你多久的時間 你說在那邊游移嗎 對 大概一個禮拜吧 因為很快就發現現實 就現實事件 不是你說 你想要轉換跑道就可以 就是夢想 當然是很偉大 但是真的 當你深入了解的時候 你就發現 哦 原來每一個行業 都不是那麼的容易 而且其實做好一件事情 真的不容易 就是你要再去想第二件事情 你第一件事情都沒做好的 怎麼可能有第二件事情產生 對 那經歷了這麼多的挫折 這張的作品是怎麼出現的呢 其實在這期間我剛好在就看了那個卡夫卡變形記的故事 哦 然後那個故事就在講格力高爾是裡面的主角 他有一天醒來發現自己變成一隻醜陋的甲蟲 然後他就被困在這個軀殼裡面 在這個世界上得到別人的認同 或者是希望可以 呃 逃離這個軀殼 就是很多時候我是把自己封閉的 其實那個狀態是最痛苦的 嗯 所以 因為連你自己都不認同自己啊 對 沒有錯 然後 然後我那時候就因為這樣寫出一首就是算電子舞曲 然後也是被公司打槍 公司很不希望你走電子舞曲的路線 可是那首歌呢 變成了現在這張第六張變形記專輯的變形記本人 那我們就應該要來聽這首歌 好不好 等一下再跟大家講那個變聲的過程 OK 變形記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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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so sorry 玩具最後也會成就 我們的愛已經泌流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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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再比誰更難過 現在對你 感覺沒有興趣 這是我的變形記 爛尾但是很療癒 你會有你的報應 無論如何 跟我沒有關係 歡迎你哭哭啼啼 讓我享受 你後親的眼睛 你當然不會變形 因為你沒有心 剛聽到正式呢 這個明偶的變形記和專輯同名 他有說這個第一次跟Peggy合作是這配 對 沒錯 嚇到了 這一次的專輯有跟不同的製作人 包括許哲沛 很多製作人 對 然後陳建琦 然後黃韻玲老師 然後林輝斌老師 然後還有不同的創作人 艾依良跟鄭馨 每一個風格都是不同 感覺也都不一樣 還有林建良 你知道他嗎 哈哈 就是完全 嗯 就是每一個人的口吻都不一樣 可是透過變形記變形記這樣的一個概念 其實大家有把Focus聚焦在一起 因為這些人都是身邊的人 然後大家都彼此認識 所以有一個共同的方向走過去 對 而且每一個都是厲害的角色 很強 很強齁 跟辣夢合作 我不得不說 變形記 許哲沛老師 我真的是 愛他愛也要死 那時候是哪一個moment 就想要找他來擔任這首歌的製作人 其實我一直都 我是從小聽許哲沛的歌 然後因為我發現他後來那個搖擺電力公司 有一個很大的轉變 是我完全看到他在玩那種很crazy 像變形記的這種Electro Swing的東西 嗯 然後那時候Peggy她聽到變形記 她會說我要把這首做成 就是我的風格 那個感覺 就是那個感覺 我說好啊 試試看 因為我 我從來沒有接觸過 也沒有唱過這樣的歌 然後沒想到做出來 整個過程當中就很好玩 嗯 結果他送了我兩顆石頭 然後 什麼意思啊 真的石頭 他是有在 做能量的 做能量的 玩水晶的人 哦 對 然後 他就是介紹了兩顆石頭給我 很神奇 他一送我那個石頭 他說這顆石頭是讓你的 喉嚨唱歌會比較緩解 會比較舒服 然後快速的修復你的聲帶 嗯 然後我就真的 就是握著他20分鐘 然後進入音室 我馬上覺得 哇 我真的是 高音都飆上去 通體素唱 這還假的 我嚇到 我沒有 是什麼石 呵呵呵 它是一顆 我忘記它的名字了 哦 總之它就是唱歌 可以 讓你唱歌可以很好 然後它有送我另外一個 另外一顆是什麼 專注的 你是一個比較容易分心的人嗎 呃 沒有 我其實還蠻專注的 可是 有那個專注石 我就更專注 更專注 對啊 就是你 你會心安 我覺得某個程度上 然後它可能是 讓你在心情上面有一些轉變 嗯 就讓它過去 可是我也相信 它是水晶的力量 所以你現在都會把 那兩顆石頭帶在身上 會啊 會帶在身上 但我今天沒有帶 他不小心弄丟 在外面包包裡面 供在家裡 對因為它每天要進化15分鐘 是冰冰箱是不是 還是泡眼水 哈哈 每顆石頭有不同的進化方式 但是我那兩顆 它就是放那個進化音樂 真的假的 真的 你就放在那個電 它是說它放在電腦前面 我就把它放在電視機下面 哦 然後它就有那個鼓的聲音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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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 所以進化音樂是有特定的嗎 它有給我一個連結 超酷的 它進化那兩顆石頭 它說你每天進化15分鐘 然後進化完了以後 要用衛生紙擦 一般的衛生紙就可以了嗎 衛生紙要一起進化嗎 不是衛生紙 乾淨的布 我講說 哦乾淨的布擦 對對對 然後我就覺得太神奇了 而且 變心劑就是 我跟 我就在 唱的過程當中啊 就是 因為 是Peggy嘛 然後它的聲音 就有一種療癒力量 因為它自己有 把和聲放進去 然後我唱的時候就覺得 哇 好開心哦 我小時候的偶像 就是一直做一首歌 但他都不知道 因為我沒有跟他講 嗯 我們可以把這段寄給他 哈哈哈哈 不要告訴他 不要跟他講 但是就是非常開心 對不對 就是一個過程 然後獲得兩顆能量石 其實很爽快 因為那個 葛道偉 葛大 嗯 他寫的歌詞 嗯 就是一個 嗯 天蠍座會 講的話的事情 就是 你你你跟他什麼 在幹嘛啊 嗯 就是那種 吃醋啊 然後 最後就是一種爽快的說 因為你沒有心 嗯 你還不配有心 所以在前置的時候 你們都有聊過這些了嗎 還是 你說變心劑嗎 對 其實我覺得變心劑整個概念 是因為葛大 我今天沒有他 參與這樣的文字統籌 我覺得沒有辦法 整合的這麼好 嗯 對 因為我是 我會有很多開頭 嗯 就是 譬如說 像天真的蠍這種東西 然後像 天蠍座的東西 變蠍 變心劑這樣子的東西 嗯 我會先開了頭 可是 我我其實 沒 我的 文字統籌的能力 嗯 就其實沒有這麼的強 就是我還是在音樂性 就是很有張力的 他會知道 什麼是適合你的 所以我真的是 這張算是很謝謝葛大 嗯 但其實這張 嗯 講了很多情感伎倆的 掏心術 對 是自己的經歷嗎 還是 你說 使伎倆這件事情嗎 沒有 是說情感的那一部分 要問到情感的部分是不是 對啊 好啦 我不得不說 天蠍座有時候真的是 會使出一些 很天蠍的伎倆 是不是 對 例如呢 你使過最令人難以抵抗的伎倆 是 就什麼事情都不做 哈哈 哦 就放在那 對 因為有一些 其實天蠍座這一招是 讓一些可能 比較 熱情的星座是會 對 這樣我就會覺得很急 就是 他到底要怎麼樣 然後我就會主動 譬如說我可能今天跟你對話 嗯 我就故意不講話 然後你可能就會想說 他幹嘛都不講話 他是心情不好嗎 哈哈 還是 他是 嗯 他是不是故意 故意這樣子不講話 然後 就是讓我知道 他其實對我有意思 所以你遇到有興趣的那個人的時候 你就是會用這些伎倆 就是類似 但是我現在講出來會不會這些伎倆 真的沒有用 哈哈 不會啦 你應該很多招 沒有啦 我覺得我招式不多 但有一些心 嗯 好 但其實這幾年真的經歷非常非常多 然後 也自己第一次搬出來住了 對 對 獨立生活 嗯 那感覺真的完全不一樣 呃 思考的時間多了 然後 在家裡是家人會去煩你嗎 嗯 媽媽總會比較關心你的狀況 啊 對 就是你 其實那個就是一個 算甜蜜的負擔 是 就是 我知道他很愛我 可是有時候我真的需要 自己的空間 即使你有自己的房間 對 譬如說我可能很累了 我會 回到家 我會想要坐在沙發上面 發呆 看一整 被一整晚的電視看 哦 了解 你可能沒有 你就是想要開著電視 對 然後什麼事情都不做 可是可能 如果我住在家的話 我媽可能就會出來關心 我說 欸 你都那麼累了 你為什麼還在這邊看電視 對啊 就會有這種狀況 就是無形的壓力 對啊 然後這張專輯其實 很大部分其實 是因為有那個獨立生活的時期 嗯 我才有 才有真的空間去 很有邏輯性的 去想出這張專輯的來龍去脈 嗯 跟很多在面對就是要用什麼樣的姿態跟方向 再一次的回到唱片這個產業裡面 嗯 所以搬出來是一個正確的決定 我覺得是啊 即使 即使遇到一些奇怪的事 哈哈哈哈 那個是無法避免的 現在還有嗎 現在這幾天還好 有你有用水晶把他逼對嗎 對因為 因為那個 鬼月已經過了啊 喔我不知道欸 我沒有在注意 喔對對對 鬼月已經過了 所以就是都回去 這樣 嗯 都回去 所以就只有那個月有來找你嗎 有啊 有啊 明年還會在 明年再歡迎來玩啊 但是不要再壓我好不好 我需要睡覺 好可怕喔 不會啊 欸你會怕這種 你會怕 我會 好兄弟這樣 嗯 好 我沒有 你不要來找我不怕 不是因為 我是在義工隊的時候 其實我 我是感覺到的 嗯 我看不到 但我感覺到 然後我是在義工隊 其實就 就是有有有 很常有一些感覺 我都會 就是想想像 喔他們應該就是在上面 這樣 我看的 就我看不到 但我想像他們 然後我都會跟他們對話說 欸 歡迎來看我們表演 哈哈哈哈 好可怕 我就覺得大家就是好兄弟啊 是啦 對沒有什麼 反正沒做什麼壞事 對啊 我也沒有做什麼魁心事 然後剛剛有說 其實在 呃 新家 其實很多 都是在 很多的想法啦 新專輯都是因為自己搬出來之後 然後開始有了很多的空間 時間去想 嗯 對不對 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首歌呢 在這張專輯裡 印象最深刻的是 就是同一片風景 蛤 為什麼 因為 一個人住 就是 一個人的狀態 有時候會難免感覺到還蠻寂寞 有一點空虛 對 對然後 而且沒有人跟你講話 沒有人跟我講話 然後 就如果你可能 那陣子工作真的很少的時候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類似的經驗 就是你一起床睜開眼睛想說 為什麼要醒來 就是 我只會想說 齁 今天要幹嘛 哈哈哈哈 要不要去按個膜 或是在沙發上躺著 就起床了 然後就繼續走到沙發上 然後繼續 看個網具之類的 對 就一直在放空跟發 我也會這樣啦 可是 偶爾也會就是 覺得 很不踏實 就是如果我一直是 這樣子的狀態 我一定得找 我一定得找點事情做 對啊 然後 同一片風景這首歌就寫出來了 嗯 就是 它是在寫空虛感 然後 我希望透過這首歌曲去 鼓勵 呃 身邊的朋友 就是 或者是聽到這首歌的人 不要覺得空虛感 很恐怖 其實它有它存在意義 有的時候還蠻喜歡這個感覺 對 就像你說 你可以去看個網 看個劇啊 或是吃個東西 想要吃什麼 其實什麼事都不要做 然後也不要有人煩 我不要再有人跟我講話 問我晚上要吃什麼 妳是什麼星座 摩羯座 摩羯座 好啦好啦 有的時候我也很喜歡一個人 需要一個人的空間這樣 我其實也是啊 可是難免會有那個孤獨感 絕對會啊 這是絕對會的啦 那我們就來聽這首歌囉 好 沒問題 反覆的夢境不打壓 到底還能怎樣 原來空虛感 是我們存在的悲哀 成全多少它的完整 它的幸福 它的美滿 遺憾 遺憾多遺憾 我們怎麼敢遺憾 是的今天很開心請到蔡命佑 帶來這張變心機 這完全跟以前不一樣的感覺 對把一些比較黑暗面的想法 講出來 但你還是看起來很陽光啊 很正面啦 我覺得沒有辦法 這個是天生的 對 天生正能量 專輯裡面有一首歌叫天真的寫 就是我真的有那個黑暗的事情 但是沒有辦法 我的直就是 就是一個 但是不可能有一個人是完全沒有負能量的啊 是啊 對啊 所以過去我會選擇把這負能量 自己藏起來 但現在我就覺得無所謂啊 反而這樣子會讓大家覺得 欸你也是人 就是你也會有就是負面情緒 就好像天蠍座都很容易把自己的傷痛 包在 就是藏起來 然後每天都自己回家舔傷口 愛面子啦 但其實你知道周圍的人都知道 但是周圍的人其實很心疼這件事 周圍的人都知道 然後周圍的人就會 怎麼辦 就是如果你在那邊自己舔自己傷口 然後又會 周圍的人看久了就會翻白眼 對因為我們又不能直接的去關心你 因為你又不會講 對 對 然後我們就會覺得 喔又來了 那我們幹嘛一直問 有時候真的可以脆弱一點 沒有關係 對 有的時候要這個 把心打開 把心打開 這是你這幾年最大的體驗 陽光才會灑進來 哈哈哈哈 你這幾年到底是過了什麼樣的生活 是沒有這麼慘啦 但是有一些體悟到心 所以才會有這張專輯的單身 對對對 剛有說就是 如果自己在家 因為我們剛剛自己家在聊 可能就會彈一天的鋼琴 對 如果壓力不開心 紓壓的方式一樣是彈鋼琴嗎 一樣是彈鋼琴 我覺得彈鋼琴好像是在跟鋼琴說話 就是把一些 呃情緒啊 或者是愛慕的感覺啊 任何 任何一種的感覺 在跟他 彈心 你會對他生氣嗎 會對他暴力嗎 不會不會 完全不會 我對鋼琴不會暴力 但是會彈到 我生氣是會對他暴力 彈到很忘我 沒有的寫詞的老師寫回來的詞 其實讓這整張專輯變得很立體 故事性更強 對對對 然後 所以 劍喜老師在做裝這首歌的時候 他就想說 欸用那來弄一個比較 好萊塢式的編曲 然後 我沒想到 我沒想到他真的就把他弄成好萊塢 而且我 好厲害耶 我覺得那整個intro一直到裝的前面一小段 就是整個都是一個好萊塢規格的 就突然覺得自己出了一張 很厲害的 電影配樂作品 你講到一個重點 因為我在聽這樣專輯的時候 我一直有很多的畫面跑出來 就真的很像在電影裡面聽到的歌 是 因為 你會覺得有很多的故事 我覺得 我很喜歡看電影 然後也很喜歡看那種 有詩意的 然後畫面感可能有一些意象的 表示的 那種暗喻的 暗喻類的電影 然後我覺得透過音樂 如果把它做得很有電影感的話 其實 它的想像空間就會很大 對 所以 那時候劍喜老師就自己開玩笑啊 他就講說 他弄了一首 可能就是 不是很好賣 但是很好聽的歌 對 就是其實 裝這首歌 其實前面的好萊塢式的intro 他讓聽的人可以有很大的想像空間 是 你就很像一個 你正在看一部電影 然後前面有一個序 然後慢慢引導你進入那個故事裡面 但我最喜歡 最有感覺的是傘 我覺得那個有一個 真的在雨中漫步的感覺 然後就是 是一個輕鬆的 你知道裝很有電影感 其實傘也很有電影感 傘超有的 而且它 它是我想像著 當時我在向左走向右走的後台 因為向左走向右走不是有那個撐傘嗎 拿那個雨傘 然後其實那個是 這一首歌是從那裡來的 就是我看到那把傘一直掛在側台 然後我就想像 蛤 這把傘好可憐 它從來沒有淋過雨欸 然後它就一直待在劇場的空間 然後 它沒有去看過外面的世界 你好浪漫喔 下戲的時候它就被收進到巨箱裡 它完全沒有看過外面世界 但是它被很多人看過 可是那就是在舞台上 對 但是舞台的木一落下的時候 它就每天都孤單單的在那 那是很寂寞的一個狀態 好可憐喔 所以我就把它 因為傘其實有一點對應到 我在孤獨的時候 可能在舞台上 我是很開心可以 被大家看見的 然後也很享受演出的 可是可能在下了舞台之後 有一些落寞有一些失落 是別人看不到的 有一些渴望的自由 那是我可能一輩子也得不到的 可是我在聽這首歌的時候 是快樂的感覺 因為小玲老師很厲害啊 她把這首歌 她把那個詩意 她把這首歌拉到 整個劇場之外 然後有一段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聽 在最後一次的副歌 她故意把整個編曲放空 所以很像閃飛進了星空的畫面 喔 是喔 對對對 然後我那時候聽到小玲老師編這首歌 我想愛死了 也太好聽了吧 就是她製作這首歌拉 她要找編曲人來做 然後我就一直隨著那個好萊塢的畫面這樣 飛到星空裡面 然後我那時候其實跟小玲老師就有 我們就有討論啊 希望這首歌長什麼樣子 我們就是一口同聲的說 就是LaLa Land 我懂你的意思 就是他們兩個人就開始跳舞 然後飛到星空的那個感覺 在那個天文館的那種感覺 對 很浪漫 這麼浪漫的菜名喔 這麼詩情畫意的菜名 我平常都會聽什麼歌 平常 不是自己的歌喔 我剛剛其實就 就我就在那個 故意哭梗 哈哈哈哈 這是LaLa Land嗎 Seeding of stars Are you shining just for me 欸我還特別跑去欸 你跑去 我有跑去那個 他們跳舞的那一段 那有很浪漫嗎 進去 嗯沒有 然後我還有跑去那個橋 因為他們電影那時候 有重新調整了一下 然後那個橋現在就是 鋪滿了鐵絲 因為可能太多人去拍了 有點危險 我其實今年初有去加州 然後他在加州嘛 我沒有記住的話 我是四月去的 喔是四月去 我去到那邊 我就有稍微搜尋一下那個景點 然後我看了照片我就想說 嗯應該是電影拍得很好 呵呵呵 所以我就後來就想說 嗯我還是不要去這個景點 因為他們有一段 就是走那個橋很浪漫有沒有 就是有一段橋是可以走的 你說那個走到海中央的 有點忘了 不是不是 在那個天文台下來一段 就是有走了一段橋 而且我連他們坐的那個巴士啊 我都有去看 那巴士超短的 它其實那時候就是 最早會有那個巴士是 它有點像小火車啦 是為了住在山上的富商門 富人門蓋的 因為那段樓梯太累了 所以就蓋了一個巴 那個算是小火車 所以你真的會是觀光會去踩點的那一種 我會為了電影踩點 是喔 是因為La La Land我很喜歡 還有Before Sunrise 我也有去踩點 在維也納 哇賽 我比較沒有辦法 我可能會先看一下 然後再決定要不要去 但我常常都會被罵 就是有些我有時候就說 欸你是觀光客 我不要去 很多人都說 那你自己去 對 然後連我妹都說我不要去啊 那邊每天都在塞車 誰要去啊 那只有你來才會想要去 而且通常這種地方 真的觀光客會很多 是不是 因為我想說我去那麼多次 我從來沒有去過這種地方 但我覺得這部電影的配樂 真的做得非常棒 不只是配樂 我覺得演員各方面 也很 全部都很棒 但很奇怪 有些 我有一些朋友就不是很習慣看各部片 對 我也是 就是你可能講一講話突然 他們就會說難看死我 我也要再跟你說一些話 他們受不了的歌舞片 但是我超愛 我也是 那我們就來聽這首歌囉 好 City of Stars City of Stars There's so much that I can't see Who knows I felt it from the first embrace I shared with you That now Our dreams They finally come true 好的 那這個 變心祭 進行中的蔡明佑 接下來還有什麼樣的計劃呢 什麼想挑戰的 想挑戰的 嗯 我先講一下計劃好了 你是說9月28嗎 9月28號 對 我會在台北的legacy 舉辦這次變心祭的演唱會 然後 呃 依照過去的慣例啊 其實我演唱會都會在音樂上面做一些變化 然後這次當然也不例外 然後這一次除了音樂上的變化以外 還加入了新專輯的十首歌 所以十首歌曲一定會演唱 剛剛講到好萊塢的 好萊塢的音樂風格 當然也會在演唱會上加上視覺做呈現 好棒喔 所以我相信這場演唱會應該會非常的好玩 我很期待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變心祭這張專輯的話 希望你一起來現場跟我一起開Party 而且會感受到不一樣的你對不對 因為這樣就是跟專輯完全不同的呈現 我希望我那一天可以就是放很開 然後並且學那些很有個性的人大罵歌迷 你OK啦 為什麼要大罵歌迷啊 不是啦 因為我那天去那個正星的那個演唱會 然後那個誰 許寒光 他就上去當他的嘉賓 然後他就在跟他聊天 說欸那你都怎麼對你的歌迷 他說喔沒有啊 我就是一直罵他們 哈哈哈哈 罵些什麼呢 然後我就覺得 可是你知道 你想罵什麼 他這樣講這句話的那個效果就很好了 不見得是真的罵 當然啦 我知道 可能就是 其實有時候 就說欸你不要在這邊排隊了 你就時間來 到了再來就好了 就像我一開始講的啊 是關心啦 就是熟的朋友 用熟的語句跟你講話 你就會覺得他是真心的 所以你真的人生一直在 不斷的 變 應該進階 嗎 不停的在變化 這想法 這一次你以前不會想要 嘗試的 但每個人本來就會 在不同的階段 呈現不同的樣貌 我只是覺得 很慶幸我的 呃 音樂旅途走到這個階段 嗯 然後出了一張 變性記這樣子的專輯 讓我至少可以 輕鬆一點 不用再這麼的累 去 裝 所以現階段是你最開心 最做自己 對 然後最真實的 呃 我不敢說最真實 因為難免你為了生存 你還是會使一些伎倆 哈哈哈哈 對啊 有有時候 我相信每個人都會啊 當然 不用多說什麼 這是絕對的啊 對 但是至少是比較輕鬆自在 我覺得這比較重要 嗯 嗯 現在每一個人 每一個人 在過生活 我覺得 大家都說是快樂最重要 那你怎麼樣讓自己快樂 在快樂跟實際量 不要讓別人被傷到的 平衡當中 找到一個中堅值 對 而且應該是說在 你做每件事的 每一個決定 然後結束之後 你回去不會 嗯 責備自己說 啊我剛剛怎麼會這樣子 嗯 其實一定會 嗯 但是你怎麼 你怎麼去面對 或者是釋懷這件事情 嗯 那個才是重點 嗯 就是你 你可以選擇 那是別人的錯 嗯 你可以是這樣想 或者是你也可以選擇 欸 好吧 我好像也不用太在乎 太在意這件事情 我可能下一次 再怎麼做就好了 嗯 就是你有不同的處理方式 嗯 現在比較會這樣想 對 現在比較會去分析啊 就是每一個不同的 面對的 我要往哪裡去啊 嗯 應該是這樣講 好 所以不要忘記了 9月28號禮拜六晚上七點半 他們又會出現在Legacy 然後想要購票可以找 全省萊爾夫 還有OK便利商店 下這個寬虹售票系統 對對對 幫你們決定方向 9月28號就是往 台北Legacy走就對了 對啊 就是你知道捷運做到 善導寺站或中校新生站 中校新生 對對對 非常的好找 就會到了 對接下來還有什麼想要挑戰的嗎 接下來喔 就音樂劇你也挑戰過了 拍戲你也挑戰過了 還有很多沒有挑戰過的啊 例如 我是很想要 因為這一次的MV 陳紅衣導也有一點開啟我的那種 細胞嗎 細胞 對就是有一些黑暗的那種邪笑 很想演壞人 想要來演演看壞人 欸對你好像都是演比較 啊 我覺得不是不是 我想要來演 壞人沒有錯 可是他可能有一點變態的心理 就是表面上看起來是好人 但其實很實壞 你不覺得我超適合的 對 我們很期待喔 就有一些變態那一塊 是大家永遠不會想到的 對 唉唷還不錯唷 拭目以待 好那個電影上映 再Cue我 貴賓喜我一定幫你保留一個座位 好 欸這就要錄起來 好啦 那今天真的很開心 前央才沒有 希望大家好有支持這張變形劑 好 那最後我們要選一首歌 是 可以選我喜歡的歌嗎 你選 讓你選 我想選散 因為我們剛剛講那麼多了 沒問題 我們就來聽這首歌 然後就是在聽的同時 就請大家想像跟我們講的那些畫面 Ryan Gosley Emma Stone 哇好美好帥喔 好不好 那我們就來聽這首了 謝謝蔡米歐 謝謝GG 謝謝大家 掰掰 一把沒有頂過雨的傘 無限鋪上漫步 上手漂浮自由旋轉 觀看觀眾熱烈的歡呼 經過太多故事的憂傷 也需要快樂恒長 愛美離別轉人熱淚 舞台燈光熄滅 便宜 便宜